女人一生气 扒开衣服 变成绿巨人 嗅了下宫二头肌 又变了回去 下一秒 一团绿色粘液落到脸上 抬头望去 看到一只小眼睛 吓得人们哇哇打叫 定睛望去 竟然是个独眼巨人 她伸出小手 一把钻住女兵 提到空中 两手用力一握 放到嘴里吃了起来 吓得人们急忙向外逃 巨人张开大嘴一声咆哮 快速向人们追去 小手还不停地挥舞 跑得慢的话 就会被一把抓住 然后成了她的小点心 这时来了两个美女 举起诸葛神弩就射 巨人扑通一下跪到地上 人们见状急忙反击 没想到巨人张开大嘴 吐出蓝色粘液 随后抬起巨石 哭吱一下撒到地上 二翠手一抬 宝剑一分为三 向巨人攻去 小美见状急忙跳了下来 挡住宝剑的攻击 正当二翠愣神时 被巨人一把钻到手中 随后张开大嘴 二翠抽出宝剑用力一桶 正好抵在巨人牙齿上 人们急忙扔出长毛 巨人吃痛 松开了手 随后脚一抬 把二翠踢飞出去 小美射出诸葛神弩 一剑刺入巨人耳朵里 随后又射出几剑 可巨人皮太硬 这点小伤根本无足轻重 可巨人非常生气 追着几人跑了半天 突然他们看向小帅 把他放到弹弓上 用出吃奶的力气往后拉 眼看巨人越来越近 他们松开手 小帅就飞了出去 躲过手指 从巨人胸口穿了过去 随后力度不减 一头扎到山上 巨人捂住胸口喘了半天 以屁股坐到地上 没了动静 小美背着巨人眼睛往回走 可刚到家 一头妖兽就冲了进来 这是一头九条腿的蜘蛛 她头上长了五只眼睛 还有长长的指甲 随后大批保安冲了进来 把妖兽团团围住 可她根本不害怕 小手一伸 射出无数蛛丝 把士兵甩到一边 然后原地转了三圈半 伸出蜘蛛腿 眨眼间 士兵就倒了一地 紧接着吐出蛛丝 缠住皇帝脖子 一步步走了过去 危机时刻 小帅及时赶到 蜘蛛一扭头 朝门口爬去 小帅扔出芭蕉扇 变成一把宝剑 转了一圈后用力斩出 蜘蛛急忙跳到柱子上 双手不停挥动 射出倒倒蛛丝 被小帅轻松接住 身子一转 蛛丝成了棉花糖 然后用力挥出射向蜘蛛 随后劈出宝剑 蜘蛛就被大蟹八块 可刚解决完蜘蛛 国师就走了进来 伏虎张开双臂 一用力就变成一只大老虎 一巴掌拍了下来 国师挥出一拳 将它打到院子里 紧接着纵身一跳 一掌按到伏虎头顶 想吸走它的龙羊之气 这时小帅赶了过来 扔出芭蕉扇 光芒一闪 变成风火轮 快速冲了过去 随后向上一台 正好打中国师屁股 可他还不死心 抓起老虎尾巴 抡了一圈 扔出十里地 再也爬不起来了 小帅大吼一声 无数金色光芒涌了过来 眨眼间就变成降龙罗汉 周身散发出道道金光 而国师变成了恶龙 小帅掐动法掘 瞬间变成无数小人 朝恶龙飞去 紧紧吸附在他身上 疯狂地砍食起来 恶龙尾巴一甩 喷出三味真火 小人见状 急忙转身 手尾相连 汇聚到一起 形成一条金色长龙 他张开嘴巴 一声大吼 尾巴一甩 快速冲了过来 一口咬住恶龙脖子 将他甩到一边 随后又恢复真身 变成降龙罗汉 他举起沙包大的拳头 一头插进恶龙嘴里 紧接着从后脑钻了出来 恶龙重重地摔到地上 没了呼吸 那么问题来了 你猜猜小帅最后成了谁 六颗攀桃落入反间 一颗被小老鼠吃掉 变成了土行孙 一颗被金翅大鹏吃掉 变成了黑山老妖 第三颗被白龙马吃掉 变成了白眉鹰王 第四颗被狐狸吃掉 变成了狐狸精 第五颗被猴子吃掉 竟然变成个美女 第六颗被蛤蟆吃掉 变成一个猥琐大叔 第七颗被小白龙吃掉 变成了红发妖怪 这些攀桃怎么掉到反间了呢 原来哪吒口渴 突然看到桥边有棵树 而他根本不知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攀桃树 三千年一开花 三千年一结果 再过三千年后才成熟 历经万载 只结了八个果子 他用力晃了下大树 六颗攀桃掉了下来 竟然穿过三十三重天 掉入反间 抬头望去 上面只剩一个桃子 他送身一跳来到树上 摘下攀桃 只两口就吃了个金光 救足饭饱后 困意来袭 迷迷糊糊睡着了 突然他眼中冒出绿光 竟然学会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他非常吃惊 透过重重云雾 居然看到了凡间的场景 并且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 小手轻轻一拍 石头就碎成两半 可他还觉得不过瘾 又盯上了攀桃树 只见他举起左手 用力一锤 鸿蒙初开时就有的桃树 被劈成两半 先借不停的晃动 王母娘娘差点摔倒 这次他可捅了马蜂窝 李静上来就要打屁股 正在这时 无数天兵天将赶到 让哪吒十日内找回攀桃 可他一个人能打过七个妖怪吗 小老鼠眼冒金光 看见一颗仙桃 纵身一跃跳了过去 捧起仙桃就往嘴里塞 一阵烟雾过后 他就变成了土形孙 第二颗仙桃被老鹰发现 吃下后 他就变成了黑山老妖 第三颗落到了荷叶上 被癞蛤蟆发现 吃掉后变成了蛤蟆精 第四颗被白龙马发现 吃下后变成了白眉鹰王 第五颗被小猴子捡到 随后他变成了美女 第六颗被巨龙吞到了嘴里 变成了红发妖怪 第七颗被九尾狐吃了 他就变成了狐狸精 平白无故得了千年道行 他们开始危害人间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 蛤蟆精往脸上一抹 变成一个文静书生 去勾引林家小妹 把人家带到破草屋里 干坏事 结果被女孩识破 他变回本来面目享用墙 女孩誓死不从跑了出来 结果他扔出绳子捆住女孩 把他变成一节木头 此时哪吒赶到 打掉木棒 蛤蟆精急忙跳进毯子里 藏了起来 下一秒 哪吒扔出罐子 把他打了个粉碎 另一边狐狸精一转身 变成了小妹 把书生骗到一个山洞中 喝下迷魂汤 吸走一身洋气后 将他扔下床 变成了石头 随后他又勾引一个美男子 正要吸取男人氧气时 哪吒及时赶到 变成一个精壮的猎户 走了进来 狐狸精顿时起了色心 刚要跑过来 哪吒用出火眼金睛 识破了他的伪装 紧接着射出三妹真火 他就成了一具骷髅 与此同时 巨鹰扑着翅膀冲了出来 把一个小男孩抓走了 快速飞到空中 眼看鹰怪越飞越远 哪吒举起弓箭射了出去 正好射中鹰怪腹部 随后腾空而起 接住了孩子 突然空中出现两盏红灯 还不停地闪烁 人们都跑出来看热闹 没想到闯了大祸 空中出现一盏红灯 还在不停地闪烁 越来越亮 把人们吓坏了 小伙儿却不害怕 举起弓箭射了过去 下一秒 红光射出万道光芒 不停地晃动 张开大嘴 把木桥吞了进去 原来这是一头妖龙 他张开大嘴 不停地嘶吼 随后射出两道火焰 把村子烧着了 吓得人们四散奔逃 这时哪吒感到 双手交叉 瞬间变成了巨人 紧接着掌出三头六臂 每个手中都有一把武器 他一抬头 看到巨龙飞来 急忙射出风火轮 吓得他转身就跑 这时鹰怪赶到 哪吒又扔出飞箭 正好射中巨鹰翅膀 紧接着扔出捆纤锁 捆住了老鹰 他张开大嘴 喷出一道鲜血 就此陨落 随后又扔出大神鞭 正好插入腰龙心脏 他不停地嘶吼 急速下坠 落到地上 找起了大火 随后又找到白马鲸 两人打了起来 可白马鲸根本不是对手 转身就跑 哪吒扔出乾坤圈 打中了他的脖子 随后用火箭枪 刺穿了心脏 紧接着哪吒变成了小孩 跟土行孙玩了起来 土行孙背着他到处跑 可越跑越重 回头一看 竟然背着一块巨石 把他压到下面 念在他没有做坏事的份上 把土行孙变成了山神 世世代代守护村子 最狡猾的就是黑山老妖 他躺到地上假装受了伤 哪吒急忙将他扶了起来 不料却被掏走了混天灵 随后被铁链捆了起来 怎么都挣脱不开 挣扎中 昆仑静掉到地上 发出一道红光 他获得了无上神力 手轻轻一扯 铁链就折了 黑山老妖这才想跑 可惜晚了 哪吒掏出乾坤圈 扔了出去 正好打中黑山老妖 女巨人一觉醒来 觉得有点热 不停地用手扇着风 可没多大效果 于是双手撑地 站了起来 窝了个乖乖 他刚才竟然在河里睡觉 随后迈了一步 伸出手 拔起一棵55米高的椰子树 用来当扇子 然后来到城市里 小心躲开路上的汽车 可走着走着 突然把大树扔到地上 原来他看到一个除水桶 伸出双手高高举了起来 紧接着嘴一张 没想到只有一小口 根本不够喝 于是继续前进 来到高架桥后 轻轻迈了一小步 就跨了过去 原来他的目标是海边 看来巨人也喜欢洗澡 手轻轻一挥 就玩了起来 画面慢慢缩小 没想到这只是一部电影 巨人在海边玩得非常高兴 随后一屁股坐到水中 突然屏幕吹出一股飓风 人们都睁不开眼睛 定睛一看 巨人紧走几步 弯下腰 抬起大长腿 竟然迈了出来 这也太神奇了吧 吓得人们四处逃窜 只见他慢慢弯下腰 抓起一辆小汽车 望里一瞅 上面还坐着两个小人 他不停地晃来晃去 随后重重地扔到地上 紧接着撅起屁股 又钻到了屏幕里 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 那么问题来了 他是怎么出去的呢 女巨人一觉醒来 觉得有点热 不停地用手扇着风 可没多大效果 于是双手撑地 站了起来 窝了个乖乖 他刚才竟然在河里睡觉 随后迈了一步 伸出手 拔起一棵55米高的椰子树 用来当扇子 然后来到城市里 小心躲开路上的汽车 可走着走着 突然把大树扔到地上 原来他看到一个除水桶 伸出双手 高高举了起来 紧接着嘴一张 没想到只有一小口 根本不够喝 于是继续前进 来到高架桥后 轻轻迈了一小步 就跨了过去 原来他的目标是海边 看来巨人也喜欢洗澡 手轻轻一挥 就玩了起来 画面慢慢缩小 没想到这只是一部电影 巨人在海边玩得非常高兴 随后一屁股坐到水中 突然屏幕吹出一股飓风 人们都睁不开眼睛 定睛一看 巨人紧走几步 弯下腰 抬起大长腿 竟然卖了出来 这也太神奇了吧 吓得人们四处逃窜 只见他慢慢弯下腰 抓起一辆小汽车 望里一瞅 上面还坐着两个小人 他不停地晃来晃去 随后重重地扔到地上 紧接着撅起屁股 又钻到了屏幕里 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 那么问题来了 他是怎么出去的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